这是地球上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一条探险级别的高海八星射线路 全程在数座八千米雪山脚下行走 它就是位于西藏的世界顶级徒步路线 珠峰东坡嘎马沟 徒步珠峰东坡全程12天80公里 穿越最佳季节是每年5月至10月初 沿途最亮眼的 要数傲然而立的三座八千米级山峰 珠穆朗马峰秀美 骆子峰娇柔马卡鲁峰壮丽 数十个高山湖泊散步期间 由以海拔五千一百米的错学人马最为经典 在中国海拔最高的天空之景 看清晨的第一抹阳光洒向珠穆朗马头顶 而后骆子峰马卡鲁珠穆朗卓被一次点亮 这条99%的游客都无法到访的大美之路 每天都将刷新一对极致风光的定义 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天我们在拉萨集合 建议提前到达适应海拔 晚上欢迎晚宴结束后 领队会在行前见面会上讲解线路 注意事项以及装备检查 第二天乘车前往日喀泽 途经洋湖 远关宁津抗杀雪山 在浪卡子午餐后参观卡若熊冰川 下午到达后葬首府日喀泽 当晚入住酒店 第三天 早起翻越架错拉山口 在这里可以远眺五座八千米级雪山 之后进入珠峰自然保护区 下午到达去当乡 休整准备第二天的徒步之旅 第四天 徒步10公里 海拔上升750米 乘车半小时到达徒步起点幽帕村 正式开启徒步行程 出发后沿着一条河谷 一直上升至小乌拉压口下的小乌厕营地 期间大约有三个比较大的爬升 整个行程用十余七个小时 小乌厕是小乌拉压口下的一个高山湖泊 这里天气好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马卡鲁峰和珠木狼卓峰 第五天 徒步9公里 海拔上升250米 下降1000米 天气好的话 我们将看到马卡鲁和珠木狼卓的日照金山 以及他们在小乌厕的倒影 这也是整个行程中观看马卡鲁峰的最佳地点之一 吃完早饭后 出发翻越海拔4950米的小乌拉压口 有雪石需要携带简易冰爪 随后一路下行 惊雪若河谷 到达河谷尽头海拔4000米的浊香营地 第六天 徒步9公里 海拔上升550米 出发后 先爬升穿越一片原始森林 之后横切行走于喜马拉雅的高山草店间 满山都是含苞带放杜鹃花树 随后通过一个大坡后下山来到今天的营地 防止滑坠 随后一路横切到达海拔4700米的峨嘎营地 第八天 徒步6公里 海拔上升250米 下降250米 今日轻装往返到白当营地 这里是最靠近珠峰东坡大本营的观景点 由已日出最为震撼 珠峰 洛子峰 珠穆朗卓 世界之巅的雄伟 近距离袒露在你我眼前 震撼无以言表 第九天 徒步12公里 海拔上升750米 下降500米 早起先原路折返到汤江营地附近 随后向错学人马方向继续爬升 行走在高山草店中 沿途气候多变 时而晴空万里 时而大雪纷飞 大约下午时分 就可以抵达珠峰东坡 大名鼎鼎的错学人马营地 第十天 建议在错学人马停留一天 错学人马一共有六个湖 由以上湖最为壮观 你可以静静地等待着低沫阳光 洒向珠穆朗玛 转顺 骆子 马卡鲁 珠穆朗卓 万山万物 金碧辉煌 这一刻绝对会让你泪流满面 第十一天 徒步12公里 海拔上升400米 下降1100米 拔营后 沿乱是坡爬升 到达此次行程中 海拔最高的朗玛拉压口 压口海拔5350米 回首喜马拉雅群山 湖泊散落 雪山林立 然后一路下坡 回到行程起点取荡乡 来使足迹依稀可见 如今都成为回忆 珠峰东坡徒步 也到此结束 知名 中文字幕志愿者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赞